一口吃掉比較好啊 不然它流口 流水 一口咬不動 好好吃完 咬不動 你那個紙 塗掉就好啦 我剛剛沒有把紙挖出來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耶 有點偏雲南那種口味 那個大薄片 嗯 那應該要加點肉 這個可以加肉啊 很好吃 是我小時候很常吃的一種果子 叫羊奶果 它的口感還蠻特別的 青的時候是酸酸澀澀的 然後等它熟的時候 橘色跟紅色 然後有一點偏甜 酸酸甜甜的非常好吃 這個是我昨天在網路上看到 有一個越南妹妹她在賣 所以我就跟她訂了 這一袋就要280 我覺得果子還蠻小的啦 應該要再大一點 這個是連皮吃嗎 呃對 可是你看它的皮有一些白白的這個什麼 這個粉 小時候我們把下來之後呢 就是直接拿衣服 這樣 嗯 它就剝下來了 以前小時候看電視吃蘋果 也是往身上插一插 對 因為這個零 如果你沒有弄掉的話 吃起來它會比較容易咳嗽 然後就蘸鹽巴辣椒吃 或者是在越南會煮湯 如果你要煮什麼 需要有酸味的湯的話 可以把這個 果子丟進來 我們今天會用另外一種方式 那會需要的材料就是 香菜 薄荷葉 蒜苗 然後高麗菜 可是今天沒有買到薄荷葉 就我們簡單版 好不好 台灣人蠻多 不太喜歡吃蔥菜的 嗯 我發現 越南不會 也是會有啦 可是我覺得台灣的比例比較高一點 它裡面有這個紙啦 其實你可以咬一咬 把那個紙塗掉 可是也可以先切開 然後把這個紙拿掉 喔 看大家就覺得 好酸喔 整盤綠綠的感覺起來就 很像在吃素 這個本來就吃素啊 我現在要製作薑料 等一下搭配我剛剛準備的那一盤 菜跟果子 原料就是需要香菜 然後 薑 還有魚露 跟 鹽巴 香菜不是剛剛裡面的 那個是搭配的 然後這個是加在薑料裡面 耶 準備好菜了 然後利喜香也起來了 把他抓來一起拍片 哈哈哈哈 可是他這個不能吃 因為都是生菜 他只能吃猴子 哈哈哈哈 我們就可以拿高麗菜來 我弄得太碎了 洋奶果放在裡面 然後加一點蒜苗 然後加一點香菜 包起來 嗯 對 這樣沾 嗯 嗯 嗯 很乖 欸 越南朋友已經流口水了沒 哈哈 媽媽你 哈哈 哈哈 你做的菜我都很捧場 可是 看到這個菜我說實在有點 牙齒都已經發揉了 哈哈 而且這看起來好像檳榔喔 對 好像台式檳榔喔 對 我就在想說像什麼 對就是檳榔沒錯 嗯 對啊 欸你的猴子咧 挺我剛剛弄的 來看你去這裡 這是你 弄一個給我吃吃看嗎 拿這個 我可以吃兩個 因為我覺得一個不夠酸 我一個就好 我一個就好 真的很剛才包檳榔 真的 然後你就沾這個 一口吃掉比較好啊 一口 不然它流口就沈下 一口咬不動 哈哈哈哈哈哈 好酸 哈哈哈哈 咬不動 你那個紙塗掉就好啦 我剛剛沒有把紙挖出來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耶 有點偏雲南濃口味 那個大薄片 嗯 那應該要加點肉 喔這個可以加肉啊 嗯 好吃 這個通常是配什麼 茶還是咖啡還是 沒有就怎樣吃而已 怎樣吃啊 下午吃啊 這個隨便啊 平常想要就是吃啊 懷孕的時候吃 哈哈哈哈哈哈 哥哥吃看看 好 我覺得非常好吃 這個醬 好 你幫我包一個 你吃這樣 一口啊 隨便啊 一口也可以啊 咬不太刮 對啊 就在整口 你這是什麼表情啊 比我還淒慘 好酸喔 真的跟吃檳榔差不多 是啊 就是 大薄片口味的檳榔 蠻有意思的 但是 不會特別買來吃 其實小時候這個 算是很便宜的 東西 可是你看在台灣買 剛剛那一袋就280耶 就是奢華品 吃個回憶 整個回憶肉湧上來 就這樣子而已 我給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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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就是 跟大家介紹 這道 越南的小零食 那如果大家想要試試看的話 可以去一些越南商店 問看看他們有沒有賣管妖 或者是你可以在網路上去查說 這個羊奶果管妖哪裡有賣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那邊 你 試試看 我給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